好来看这个人真的是惹人讨厌 在台铁的区间车上呢 这个口水噪音歌 不但把手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声 放刺耳的音乐 甚至还朝座位底下吐口水 同车的民众越看越火大 就拍下影片po上网 台铁区间车上不断传出刺耳的音乐声 画面上穿着红色上衣 立着小平头的男子 把车厢当成自己家的房间 丝毫没有顾虑到旁边乘客 随性的把玩手机 还把音量调到最大声 自嗨玩得很开心 更过分的还在后面 男子越玩越开心 下一秒竟然就朝着座位底下吐了口水 看了实在好恶心 但男子竟然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好恶 还有错 对我拍下来 实在太没功德心 一旁乘客看不下去 封他为口水噪音歌 拍下影片po上网 叫做旅客 他有脱续行为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都会做柔情劝导 如果这个脱续行为 如果说在劝导不听的话 我们可以请求 铁路警察局的警察同仁 来执行司法 口水噪音歌的离谱行为 让人傻眼 台铁表示 制造噪音和土坛 虽然属于个人道德行为 但如果乘客不听劝导 还是可以终止运送契约 把人请下车 小铁新闻正好报道